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在去的路上就看到了好多櫻花喔 哇 下雪了下櫻花雪了 哇好多櫻花喔 可以看到慶州的那個收票孔 它竟然是寒霧的造型很特別喔 就是高速公路的那個收票孔 我們來到了慶州看櫻花 看這邊一整排都是櫻花 很漂亮耶 但是真的人太多了 天哪 這到處都是人 今天的天氣超級好 你看後面的櫻花很漂亮 這好像是我們第一次一起看櫻花耶 這條路就是因為它的牆 非常很有那種以前的感覺 所以在這邊拍照的話很美 這整條都是人 漂亮嗎 蠻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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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整條都是櫻花 我們已經走了十分鐘了 都還是櫻花樹 超級多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拍起來很美 這個是那個吧 蠻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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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是麵疙瘩 海鮮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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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是清宗 是中心嗎 是中心嗎 它這邊的那個餐廳跟咖啡廳都是寒霧的造型 可以看這邊 還有兩個 一整個 蠻美的 這裡是 叫 蠻美丹菊 蠻美丹菊 等一下我們應該就選一家咖啡廳去喝咖啡 但是我們要先去拍櫻花 趁太陽下來才不錯 還是要進去那邊 有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現在吃飽飯有力氣了 太餓了沒有力氣拍 我刚才稍微有意义 我刚才稍微有意义 我感觉很棒 如果你笑了你,我会很幸福 我会在家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真的超級多人的 哇 可以感受到韓國現在就是沒有在在乎疫情了 今天好像確診也是三十幾萬還是十幾萬吧 就是人還是這麼多 Let's go 主人在買麵包 我們現在來拍一個很有名的想吃店 他是賣玉米 我們買到了這個 這個是那個慶州很有名的地標 跟麵包然後跟這個綠叔叔 我們找到了一個位置可以坐下來吃 突然真的太多人了好可怕 這個玉米不知道它的味道是怎麼樣 你吃吃看吧 好吃嗎 他有點讚 大玉米粒然後加這個 很香很好吃 我要來吃這個麵包了 他感覺很像台灣的雞蛋糕 他就是雞蛋糕 他就是台灣的雞蛋糕耶 然後有玉米 好吃耶 嗯 嗯 它有奶油裡面 它是玉米奶油 很好吃 嗯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慶州很有名的地方 那它這裡面就是你會進來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個一個山丘 小山丘的東西 就大家都在這邊拍照 但其實這些山丘呢 是 墳墓 就是以前 時代 可能是王族的墳墓 所以他們都蓋很大一個 那其實現在看到它是蠻漂亮的 所以大家都來這邊拍照 但其實它是墳墓 看到這樣子一個一個的山丘 有 這個裡面有很多個耶 起碼有十幾個以上 在旁邊就是那個鈴木 那有很多個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景色 就是大家都在那個 鈴木旁邊玩耍這樣 然後大家有看到那邊 這裡 在排隊的地方嗎 這裡就是這邊 最有名的一個拍照景點 你看看那個隊伍排了多長 為了拍那個照片 我們走過去看看是什麼景點就好了 哇 你走過來的那個場面很好看 一顆那樣 有很多的 那你們可以幫助 在這裡 那邊想走 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朋友 還會讓他們 拿來 是 Don't try to reach me I can't do nothing for you So don't ask I ain't coming through 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拍照的地方 這一邊的櫻花超級豐盛的 難怪那麼多人在這邊拍 好美喔 好美喔 這裡真的好漂亮 好了我們來到了慶州的地標 蔥蔥北 這是我剛剛吃的那個雞蛋糕的造型 我爸在幫別人拍照 呵呵呵 合照順便合照一張 認真 來 到此打卡一遊 我爸說這是他們小學的 學生時期的時候都會來這邊校外教學 你大概過多久你有來了 大概 二十五 五十五年左右 二十五年 喔對 你透露了一個年紀 呵呵呵 哈囉 我們趕上了那個夕陽西夏的時候 開了最後一個景點 應該沒有地方要去了吧 等一下有一個 要開玩了吧 還有喔 對 好吧 GoGo GoGo 好的 我們慶州之旅最後一個行程就是這裡 這邊原本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像是公殿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現在在整修當中所以就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旁邊這些燈這樣亮起來還是蠻美的 天慢慢要變黑了 這邊到了晚上以後也很漂亮 對我開那個燈 你看這邊有那個褲子的造型 然後跟剛剛我們去看的那邊 他的燈也開了 哇 哇 現在是晚上了 然後那個櫻花現在有打燈 很美 看一整片 好美喔 晚上也很漂亮欸這個櫻花 晚上打燈以後看的比較清楚一點 很漂亮 這邊到了晚上也很漂亮 就是那個韓武都開燈了 我們來喝咖啡了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停車場 然後走到一個小巷子裡面 發現裡面超級多 很有特色的餐廳跟咖啡廳 這兩邊都是 滿隨便走的那邊都是那個 韓武造型的 全部都是韓武造型的餐廳 在咖啡廳 感覺今天把一年份的 好我們就坐在那裡 那是餐廳 ufb 超級大腿的食物 上海邊就要買咖啡廳 妳吃咖啡廳 人家是餐廳 這麼多的,就像是家人 這個小巷子 沒有這個時間 很晚,不用太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